你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串在一起的话 最后呢 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两个按钮就好 因为那个我范利档里面有三个按钮 你可以自己把它改一下 一个清除掉 那一个就是把刚刚的动作全部都 变一键完成 所以刚刚不是做很多动作吗 那以后如果说你要一键完成的话 当然你目前功力可能还不到那边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用录制句集完成 把刚刚的动作全部录下来 变成一个按钮 按一下它 结果就OK了 那我示范一下 刚刚的动作 因为刚刚实际上我们是一切过来 二再把游标放在B2上面 然后呢在这边上面输入什么呢 输入公式 那公式的话呢 指的就是那个范围 不过我用名称 我这边用那个定义名称 我刚刚是直接选黑名单里面 这个范围 里面的A2 Ctrl Shift向下 然后呢你就是 Critera就指的是这个 那再来的话按确定 那向下填满 下填满之后的话呢 再利用那个资料的筛选 把1的部分留下来 1的部分留下来 点这边一下 1的部分留下来 然后呢再把 留下来的这个范围 游标放A2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然后那边Ctrl V贴上 就完成整个流程 那你这些动作呢 如果你用什么 用开发人员里面 那边有一个在录制剧集 你可以把它录下来之后 然后变成一个按钮 OK 那我示范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已经做完之后了 假设刚刚那个部分呢 录完了 然后呢 也就是把它变成按钮 我们试一下 按下它 你会发现 刚刚的动作全部完成了 坎错向下 27笔嘛 所以这边就27个 清除的话呢 也是一样 就是再把这个范围清掉 你可以用录制剧集 或者你不用录制剧集 你写一行程式也OK 录制剧集清除 这个范围清掉了 那我大概把那个整个过程 这个是已经做好了 我把整个过程 弄一遍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边的话 因为我刚刚这边 有多一个东西 叫定义名称 什么叫定义名称 刚刚游标放这边 Ctrl 系统向下 其实这个范围 你以后可以把它取个名称 叫做黑名单 也就是这个范围 它的名称叫黑名单 这个好处就是 以后你按F3 就可以存取这个范围 定义名称其实还蛮好用的 不过这个我们 所以待会也许请各位 多做一个动作 就是先定义名称 定义名称特别之后 我再把这种1 游标先放在 那个A2 Ctrl 系统向下 指的是黑名单 那个范围 然后呢3 就把游标放在这边 给它一个黑名单 三个字 Enter一下 那以后呢 这个范围 就叫做黑名单 那我们以后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你要 我先把这个筛选先关掉 如果以后呢 你要在这边下那个公司的话 插入这个什么 Conif 刚刚是要切过去 然后选了 现在不用了 游标放这边的时候 按F3 它会跳出黑名单 那你直接跟它讲说 我的范围就在这里 这样就可以了 OK 所以定义名称 其实还蛮好用的 而且很重要 我在讲很重要 但很多人不会用 你不会用的话 很麻烦 很多地方 你就变成你要 一直弄 那你的那个公式里面 就非常的冗长 而且看起来 你看 如果你用那个Range 你会发现这边 就是三个字 黑名单 那如果你像刚刚 要跨工作表 它又一个去词 然后又一个范围 然后又要锁 如果你用名称 不用锁 不用管它哪个地方 不用 就这样就OK 那Criteria呢 就指的是这个 按确定 向下填满就好 不用锁了 OK 名称的好处 第二个就是 不用管它 要不要锁 OK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那我大概把 那个聚集 这个地方先做 假设公式 已经OK了 那我们要怎么录制 一 一样到 开发人员 二 到这边录制聚集 不过我先把 我刚刚录制的 这个先拿掉 云端上 其实也有步骤 反正就照这几个步骤做 这个 名称 我先把这个给移除掉 先把它重新再来过 那首先第一个呢 因为我要产生 那个黑名单筛选的按钮 所以记得 如果你的按钮 在这边的话 记得你游标 一定要从这边开始 你不能直接 就从这边开始 不然它将来会出问题 为什么 因为它一定要 点下去的动作 要录下来 如果你们要点下去动作 它变成 它扫这个动作就没有切过去 没有切过去 做出来结果就不对了 所以第一步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未来按钮在这边的话 请你记得 游标先从这边开始 然后就开始按下录制 所以你要先彩排一下 刚刚动作彩排 彩排过来 一切过来 二放这边 三 这个不用删掉 打个勾 打个勾之后向下填满 再游标放上去 按一下资料筛选 再留下1 再把游标放A2 Ctrl Shift向下 Ctrl C 切过去Ctrl V 好应该可以懂这个步骤吧 反正就 所以你在做录制剧集之前 你要先彩排 因为我假设 明星都彩排过了 你们应该也乱手了 接下来就开始 那怎么开始呢 一样记得从这边开始 那录制剧期 所以我现在就正式开始了 录制剧期 把名称输入上去 叫黑名单筛选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们就开始录制了 所以每个步骤都很重要 少于一个步骤做错 你NG又重来了 就跟你现在已经正式开拍了 就跟你导引 跟他喊 就开始 就开始 按确定 所以1 第一步 请你游标放这边 2的话 游标 放在B2储存格 不过B2储存格在上面 你必须要卷动 卷动上去 不过 待会会录下不应该录 因为这个卷动他会录 那怎么办 没关系 等下把它删掉就好 然后 游标放在B2 那马克兰 来对 B2 所以 第二个步骤 不要有多余的步骤 不然的话等一下会麻烦 游标 放上方 打个勾 快点两下 但是好像我们取消选取 筛选也没有 那NG了 NG怎么办 好 重来 NG的话 NG 不故意的 因为每次都太顺利的话 你们都 因为同学 奇怪老师 为什么我做每次都跟你不一样 好 所以我故意 这个是NG OK 所以记得 所以录制聚集 理论上 不太可能一次就做对了 除非说你已经做得非常熟练了 OK 好 所以特别是我们刚才是NG故意的 这一次是确定不能NG的 再来 所以你NG过没关系 你就是再把名称贴上 他问你又会取代掉 有没有取代 是不是取代 是好了 好 1游标放这边 2放这边 3放上面 打个勾 4向下填满 5 游标再放在上面 资料做筛选 把1的部分留下来 OK 然后游标再放在A2 这个时候要快速键 Ctrl Shift向下 这个一定要背 OK 因为如果你用滑鼠选的话 那选的范围以后就固定了 就不对了 一定要Ctrl Shift向下 它是变动的 自动去追踪到最下面 Ctrl C Ctrl C 我也建议你把它记一下 因为你都按右键复制 或者按上面复制 容易出问题 Ctrl C 切到这边来 的A1 A1一定要点 然后贴上 这样就大功告成 OK 那就把它 开发人员停止 OK 然后呢 Check一下 在聚集里面 就会有一个黑名单筛选 编辑一下 那编辑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 就会有我们刚刚录下的程式 切不过 有了 那我习惯是把这边删掉 基本上呢 第一个步骤 有没有 前面加一个注解 切到哪一个呢 这个 然后B 这个里面的B1 然后把它选取 反正这边都有了 按部就班 好 那这个第一个就OK 第二个的话清除 清除的话 我们一样 就是录制聚集 然后由这边名称 我叫做清除 按个确定 那怎么录 1 游标放A1 Ctrl Shift向下 一样 一定要快速键 Ctrl Shift向下 如果你用选的 将来也会出问题 按Delete 好搞定了 好停止录制 然后呢 这边就会有个清除了 这两个 最后呢 做两个按钮 我想做按钮应该讲过了 所以就不用讲了 好 最后的话 我们就要 验收了 如果确定OK的话 那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不过主要就是 那个动作要熟 所以你彩排 可能要花比较多时间 还有呢 录制 NG没关系 就重来一下 没关系 反正就是录制 那我们还是要OK 好下一次 过来了 有没有对 看一下27个 没错 如果呢 我们又更新资料 清楚了 前面的查询名单 老板又给我个新的 那我就怎么样呢 我又重新再查一遍 过来了 对不对 一样 没错 那所以呢 基本上这样应该OK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你就同意说 老师可是这样有点卡卡的 他为什么这样子 好像刚刚有那个画面 坏掉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切过去之后下公司 他最后要切回来 但他其实后面还在跑 所以呢 就变成说 他画面一边更新 一边又要切 但是要切不过去 所以变成 那个画面一直在那边闪来 就是一直有一些残影出现 所以 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 可是这样感觉 虽然结果也是对 但是总会觉得 好像有点不完美 所以呢我们可不可以让他 变得更完美一些 就是不要有这种 残影出现的这种感觉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不要有这种残影 当然可以啊 其实关键的地方 真的只有一行城市 就可以搞定了 至于那一行城市怎么做 待会再讲 因为我怕讲太多 等一下你们练习 就会出问题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待会的话就录制聚集 我刚刚有一个地方 多一个步骤 就是定义名称 游标放A2 Ctrl Shift向下 请你在这边输入黑名单 Enter 这个动作非常重要 很多人对定义名称不熟 待会如果你要存取这个名称的话 记得 就是 只要输入黑名单三个字 或者按F3 F3 他就会出现了 OK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这样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 会有录制聚集的部分 那录制聚集 你就自行再增加两个按钮 就会有刚刚的结果出现